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问 我在马来西亚买了医药卡 我在新加坡可以用吗 我出国又可以用吗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在马来西亚买了医药卡 出国到底能不能够用 那么普遍上来讲呢 如果你买了马来西亚的医药卡 出国能不能够用呢 你的公司肯定会告诉你可以用 但是呢 是限制90天 什么叫做限制90天呢 从你在这个custom那边 你drop在你的passport 那一天呢 是算Day1第一天 出到外面呢 90天里面 如果你必须要做任何的治疗啊 如果有一些病啊 还是意外啊 你进了外国的医院 ok 那么呢 那个医药费呢 你必须要自己先支付先 然后回来马来西亚 才能够做回这个claim 但是你必须要有的就是medical report啊 receipt啊 等等这些东西啦 来让你在马来西亚 claim回你的医药卡的这个limit 但是呢 你马来西亚的医药卡呢 只是可以claim 马来西亚的这个reasonable and customary charges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合理跟惯常的费用 那么呢 什么叫合理跟惯常的费用呢 其实之前我们这几个影片 还有我的直播都有说过了 马来西亚呢 有这个东西叫做schedule 13 在这个schedule这个表里面呢 就有列出 每一种服务跟每一种这个治疗呢 可以最高charge多少钱 打个比方 你去London玩 你去伦敦 因为食物中毒而你住院花了5000个英镑 花了5000个英镑回来 到马来西亚 你认为你可以claim5000个英镑 我们大概把它乘以5啦 你以为你可以claim回25000 但是在马来西亚 因为食物中毒而住院呢 可能啦 同样的药物 同样的服务 可能最高只需要用到10千马币 可能 那么呢 你最高也就只能够claim回10千马币 而不是5000英镑乘以5这个兑换率啦 所以大家必须要明白 这个东西叫做reasonable and customary charges 但是哦 有些保险公司 有一些医药卡 是根据新加坡的reasonable and customary charges 也就是讲说 如果你在新加坡花上4000新币 回到马来西亚 你还是一样可以claim回4000新币的 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医药卡都有的这个福利 可是哦 90天哦 如果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的话 肯定超过90天的嘛 那么在新加坡 可不可以用我的马来西亚的医药卡呢 答案是可以 只要你的保单啊 有这一个条例在里面的 你就是可以用在新加坡或者是问来 那个条例是这样的 No benefit whatsoever shall be payable for any medical treatment received by the life assured outside Malaysia apart from Singapore and Brunei if the life assured resides or travels outside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for more than 90 consecutive days from the day the life assured leaves Malaysia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90天的期限啦 但是呢 在新加坡跟问来呢 是没有这个90天的期限的 也就是讲说你在新加坡或者是问来超过了90天 同样的 你也是可以用你在马来西亚买的医药卡来claim回 你在新加坡或者是在问来做的这个治疗 条件是 如果你的医药卡是只是可以用 马来西亚的reasonable and customary charges的话呢 那么你就只能够依据马来西亚的这个 官场跟合理的收费来做回你的claim 如果你的医药卡是可以让你claim回 新加坡的这个reasonable and customary charges的话呢 那么恭喜你 你在新加坡花3000块新币的治疗费呢 同样你还是可以claim回新加坡的3000块新币治疗费 如果这个video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的的话呢 就请你按like分享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是在facebook看这个影片的话呢 就不要忘记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因为我会在不定时的时候呢放上重要的保险资料 谢谢收看 谢谢收看